最容易承受的是兩種人 一是上根立志 一是下魚 常言說得好 魚不可及 我們比不上下魚的人 為何這兩種人容易承受 這兩種人用功不懷疑不雜家不間斷 所以他能承受 中等根性 之人一過雜家還要中斷 所以無論修學哪個法門都不容易成就 道理在此地 所以佛才教我們一門生入 常識熏生 這樣可以減少疑惑 夾雜學的東西多了 看到佛在這個經上講有 在那個經上講空 到底是有還是空 你就會懷疑釋迦摩尼佛 連佛都不相信了 必須要知道 佛無有法可說 佛說法是為了破職者 此人執著有 佛是想他空 破他有的執著 那個人執著空 佛就為他想有 破他空的執著 正因為眾生有妄想 分別執著 佛才有法可說 又眾生沒有妄想 分別執著 從門大人講的 口掛牆壁就沒得說了 我們經論書足多了 隨便生疑惑 你是菩薩最大的障礙 所以不如下雨 不如那些老太婆 她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知道 也不聽經 一句佛畫念到底 能站著往生 坐著往生 走的時候 三腔喜有 這是我們比不上的 但是有疑惑一定要破除 否則就是障礙 上智之人 聽聞千悟 一接觸就有通殺 沒無料 一點疑惑都沒有 所以就很容易成就